很多朋友都說黃大仙的越奴拜完之後 通常都心想事成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鄭 歡迎大家收看心道有限 我今天來到黃大仙廟 我們黃大仙廟不是來拜黃大仙 我今天是拜越奴 因為聽聞這裡的越奴是很美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拜越奴 希望可以求出呼 好 今天就帶大家去拜越奴 平時大家來拜黃大仙就走這個電梯那邊 我今次因為是拜越奴 所以我就有一個最快的方法 告訴大家如何去到拜越奴的位置 好 跟過來 走吧 直接在黃大仙的正門一進來 就可以去拜越奴 其實可以跟斜路直走 平時我們會有條電梯走左邊 但是這次我們就直接從大門進來 然後 通常電梯在那邊 但是我們就直接走這個中間位 去這個越奴廟 那就不用等的 好 我們這次就來拜越奴 好 好 好 還有這個越奴廟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黃大仙的越奴廟 其實是有 除了越奴之外 還有金銅玉 很多時候其他地方的越奴廟 只有越奴廟 所以我們這次會有越奴 跟金銅玉三個帳 我們這次三個都會看 我今天就帶大家 看看如何去拜越奴 在黃大仙廟裏 現在是極度多人 所以我也看一下 到底這個情況是怎樣 我這邊有一個告訴別人 到底是如何去拜越奴的招牌 我一會兒就跟這個招牌去看看 到底是如何去參拜這個越奴 它有一個特定的手勢 我們一會兒就看看手勢是怎樣做的 好 我們現在 首先去找紅繩 好 紅繩在哪裏 我看到紅繩 紅繩在那邊 有一個功德箱 有一個功德箱隔離就是紅繩 好了 我就過去拿紅繩 我找回一些位置 去這個 講解一下 好了 剛剛就拿了紅繩 剛剛他有介紹過的特定手勢 其實你要拿紅繩 然後拿紅繩 夾在這個食指和中指的中間 然後把你的大帽子和無名指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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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 就是你首先會在月露那裏 跟月露說你是誰 然後你想求什麼 然後拜完月露 然後就會去金銅玉女那邊拜 如果你是男生 你追女生 你就是拜這個女生的像 如果你是追男生 你拜男生的像 然後把紅繩綁回去 因為你相對那個像那邊就可以了 然後就走到月露那裏 再拜一拜 就完成了你今天這個拜月露的行動了 好 那我們已經去拜月露了 記住要跟月露說你的名字是什麼 還有你想求什麼 記得誠心地在身邊趕完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趕完之後 記得去男生還是女生那邊 那就去 傳聞說你一定要把這個紅繩 去碰一碰他們的腳 這樣就沾一沾他們的福氣和能力加持 大家可以都照做的 大家綁完紅繩之後 然後就可以去月露的像那裏再拜一拜 那就完成了整個參拜的儀式了 好 完成 剛剛我就拜完了月露 有個少少的漏了的步驟 就是剛剛你拜月露的時候 去到金銅玉女的像那裏 其實你要把紅繩去碰一碰他們的腳 才會再綁的 這個就是 寓意就是他們拿回他們的那些 力量去幫你 所以基本上 通常大家都會碰一碰紅繩 就是把紅繩碰一碰他們的腳 才會再綁的 所以大家下次來就記得做這個請 好 我們剛剛就在這裡拜完月露 今天是2023年的2月份 那我就可以在2024年的時候 告訴大家 到底拜完月露之後 有沒有作用 那如果有作用 我就會出一條片 沒有人也會出一條片給大家知道 告訴大家 到底這個拜月露的結果是怎樣 但是因為我們 我聽聞就是 黃大仙的月露是很美的 那我就聽過很多朋友都說 黃大仙的月露拜完之後 通常都是這個心想 就是我特意今天來拜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 完成了我們今天的目的 Go